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直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您的酒 光喝酒太无聊了 我们来玩闪子吧 真心话大冒险 如果都做不到的话 那就只好酒 可以吗 好啊 怎么样 真心话也是大冒险 大冒险 那这样好了 你把服务生叫过来三次 然后告诉他没事了 怎么不行吗 那你还是喝酒吧 好的 没问题 服务员 没事了 不 小姐 您这次又需要事吗 我要餐饮纸 给你 还差一次 你没完成 你没完成 再来 怎么样 真心话还是大脑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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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拍摇 我记得昨天晚上 我和胡总喝了很多酒 但后面 我就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谁把我送回来的 这种事还有别人吗 当然是我了 我这辈子就是个操心的命啊 你说 什么任劳任怨的事不是我做 别再闹了 那 我昨天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奇怪 我去接你的时候 你一直都很奇怪啊 抱着我又哭又笑的 还把鼻涕粘了我一身 那一身衣服 可是我花了半个月薪水 买的Volentino啊 对了 你不会有什么心理创伤吧 哭得那么厉害 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星盘吧 看看你的月亮 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相位 帮你治愈一下 灵魂身处的创伤 来吧 快把你生日报上来吧 你怎么相信星座 不是只有女孩子 才关心这个吗 喂 你不用去换衣服了 喂 李律师 请喝茶 谢谢 董事长 香港那边汇报 胡总已经和陈氏的陈鼎里 见过面了 但是 张快年还没有出现 是吗 恒盛跟陈氏 共同竞拍一块地皮 免不了经常会见面 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在想 他肯定不知道又出什么花样 来利诱千语了 要不要给胡总提个醒 让他以大局为重 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干扰 那倒不必 这些事情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他会处理好的 可是 这次董事会批复的资金 胡总想赢得拍卖 那实在太难了 这我知道 董事会对拍卖这块地皮的事 非常地反对 那么我这个做母亲的 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儿子呢 是CEO 我总不能当众跟他对着干吧 所以呢 我就通知了财务部 把千语申请的资金部分 我扣除了百分之二十 这样 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就买不了那块地皮 他也就会知难而退了 明白了 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 那我先回去了 林律师 您慢走啊 好 再见 好 好 再见 林律师 你还记得我吗 林律师 你还记得我吗 林律师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你昨天好像在玩我一样啊 不停地叫我 还喝了很多酒 又哭又响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去的 又来了个男的 把你们都接走了 那我们说了什么 我会哭啊 我记得是你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回答完之后 你就哭了 一个问题 不是 这你回来回来走 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 你不要走 为什么我出国那天 你们来找我 你不是说让我等你吗 我好懂啊 我是为什么你都不出去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我们只是兄弟间的感情 你真的这样想的吗 你说你从来都没有爱给我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 你看 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只是心话大冒险 你告诉我电话 不要让我摧毙了 告诉我 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怕我会沦陷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我一直都深爱着你 你是说 你之前一直都在说 我确认你还爱着我 是吗 你真是 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知不知道 到底是我不爱我的是吗 我有多难过 你现在不会也在骗我 你不是说你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们只能处着你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 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 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 却靠得太近 我还骗不过自己 故意要隐隐隐藏 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 看你保持顺利 我怕你看出 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你却不过你 灵魏灵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这两天情绪不稳定 不要乱跑啊 要不我帮你看看星盘吧 星盘啊 就是你跟自己潜意识 对话的一扇窗口 真的能够帮助你 化解内心深处的痛苦 对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 我累了 想先休息了 老板 你昨天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不担心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没什么意义 我 решил toch 你怎么为了 昨天我们出去喝酒 他说之前骗了我 他一直都喜欢我 从未忘记我 我真的搞不懂 你说 他说的会是真的吗 如果是你 你会相信我 优优独播剧场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伯伯 你怎么会约我来这种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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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